我很好奇的 在全球有28個國家認同這個同志可以結婚 那在台灣目前的規定好像是 只能允許那個對方的國家有認同 但是呢其他國家呢很多大部分還是沒有認同的話那怎麼辦 對 這個也是現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既然我們是亞洲第一 就變成其他亞洲國家的人現在都不能跟台灣人同性結婚 沒有辦法 那他就會造成一些居留的狀況 或是有些人是非常有意願他待在台灣 然後在這邊長期的生活 但他沒有辦法依親就是做配偶的這個簽證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現在蠻積極在跟政府溝通的這個部分 那未來要修一個法律叫社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要修這一條 要修這個法律它才有可能說開放是不是說 你如果要在台灣生活你可以在台灣結婚 在台灣有效就可以了 對 那這個我們還在持續的跟政府遊說跟溝通當中 其實這個是非常不公平 因為比如說像你說有朋友從印尼來 從越南來 對 就等於台灣人要談戀愛你要先看人家國籍 對 就說我想看一下你是哪國人 對 但我才能決定我以後可不可以結婚 這不合理啊 對啊 而且這樣子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真的很愛你我想跟你結婚 因為我的國家沒有接受沒有這個同婚的這個法 同婚法 那我會用一種就是比較偏的那個方法 比如說我就是會來台灣然後 先假結婚啊 假結婚 或是他就一直念書一直念書 有人一直念書他三十幾歲還在念大學 對 就是為了要跟他的朋友在一起 他已經念過大學了 但他又再念一次大學 就是為了在台灣留下來 他其實很辛苦 那對他的職涯 對 他的工作其實都有很大影響 這個還算是正派的 正派的方式 對對對 就像你剛剛說 如果有一些他就是想盡辦法要留下來 先假結婚 先假結婚 拿到身份證之後 然後再跟那個同婚伴女 他的另外一半結婚 對啊 這個花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非常辛苦 我們知道這個婚姻平權 談到就是兩個人可以結婚 會面臨到哪一些問題啊 我覺得首先其實在台灣還是 你跟家人的出櫃 有沒有順利 第一步就是 先出櫃 先出櫃 但是什麼力量讓你 就是有這個勇氣跟你的父母 我19歲就出櫃了 蠻早的 對我18年前就跟我爸爸媽媽出櫃了 然後我從以前就一直有一個叫做擇偶的條件 就是對方要跟家人出櫃 就是我之前曾經有過一個女朋友 也不算女朋友 約會的對象 對 就是快要在一起要在一起了 然後但是我就問她說 欸 你有沒有想跟家人出櫃的規劃 她就跟我說 大概40歲以後再看看吧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這樣 不能接受 我不是覺得所有人都要跟家人出櫃 但是我會覺得對我來說 我會希望一個關係是 比如說兩個人交往穩定 我可以認識雙方的家庭 你爸爸媽媽也可以了解我 你也可以了解我爸爸媽媽 我希望大家是一個比較平等的狀態 其實你是很重視家庭的 我很重視家庭 非常重視家庭 因為我跟我們家人的關係很好 所以我18、9歲的時候 那時候大學 我就是覺得我不想要 我跟我媽很要好 可是有一件事不能跟她說我很不舒服 我就常常要騙她 那個時候還沒出櫃的時候 結果她問我去哪裡 我就說去學校念書 其實是去約會 然後就說 那你為什麼在跟誰講電話 就說沒有在討論功課 其實是在約會 可是因為你功課很好 所以你就是有這個免史精彩 對 我就一直說我要去念書 我要去參加讀書會 但是我就不想騙她 然後我也覺得 如果有一天發生什麼事 我有一個秘密沒有讓我媽媽知道 我會很難過 所以我後來就還是決定跟她說 可是從說了到 真的接受 我父母真的接受我 我感覺出來 他們真的完全 可以對別人說 我女兒是同志 大概花了有15、6年的時間 那也滿長的 就是才幾年前 其實才幾年前 對 我感覺到 尤其是我爸爸 因為他們會面對比較多工作上的人際的壓力這樣 所以會有一些朋友會有一點暗示說 你們怎麼把女兒交成這樣 像這種 所以我感覺到我父親可能真的是四年前五年前左右 他才真的完全接受我是同志 這麼長一段時間 然後你就沒有辦法得到爸爸的認同力 心裡會很難過嗎 會難過 然後而且那個難過是 你也不能跟他說 因為爸爸不會跟你表現他的情感 是 所以常常爸爸的狀況是 我們全家人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離開現場 他就能處理 他就走了 然後媽媽 我哥哥會跟我聊 然後我爸爸就會離開這個場合 不想聽 或者是他就會一直滑手機 這樣 他就是一直滑手機 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在聽 這樣 然後甚至是我之前有 跟我的伴侶舉辦婚禮的時候 我爸爸也沒有來參加 我媽媽有 然後對方的家人有來 我爸爸也沒有來 他跟我說他要去打球 但我後來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就是我父母的那個年代 他們完全沒有資源去 沒有資源 也沒有資訊 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們只會覺得 我的孩子怎麼跟人家不一樣 然後他不知道要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他學習的時間會要花比較長 那其實他在跟我面對面互動的時候 我還是感覺到他是愛我的 就我們還是有正常互動 只是想到這件事情 就空氣就凝固 凝固 不管怎麼樣呢 他還是你的爸爸 然後你還是他的小孩 所以就不能說 爸爸跟女兒的這個關係還是存在的 他不會變的 他不會消失 對 我覺得我們家原本是家庭關係不錯 但是有一個這個 算是有個東西卡在那裡 所以 隨著大家都慢慢學習 就比較可以化解這件事情 然後我爸也越來越了解 就是好你就是喜歡女生 其他事情跟別人也沒什麼不一樣 他慢慢理解 可是有些人家庭可能有更複雜的衝突 或是更複雜的議題 當然就會比較推薦說 大家其實可以多找不同的統治團體 比如說熱線 可以有一些人陪伴跟支持 會有給爸爸媽媽的團體啊 也會有給小孩的團體這樣子 依妳所知的話 那這個婚姻評選新通過了 那真的有那麼多人要結婚嗎 有那麼多的 現在大概四千多對 四千多 一年之內 對 還蠻多的 可是因為這四千多對有那種 從以前到現在都不能結婚的人 所以前幾年一定會特別多 特別多 因為有一些人其實在一起很久了嘛 十幾年二十幾年 然後他們現在才能結婚 所以會啪啪啪這一年兩年會比較多時間 比較多人結婚這樣 那有沒有就是可能是同志伴侶 但是之前是因為不能結婚 現在可以結婚之後反而是變成是有壓力 妳為什麼還不敢結婚 很多 很多人其實 其實我們常常在說 我們在推這個婚姻評選 我們不是覺得 所有人都應該去結婚 是要有這個選擇權嘛 要有這個權利 對你要有這個權利去選擇 所以你也要有這個權利選擇不結婚 但是很多的朋友最近都會說 尤其是在那種在一起很久的 就通過之後他們說我們感受到異性戀被逼婚的 因為在台灣通常異性戀如果三十歲左右或三十二三歲 那個壓力很大 因為還要生小孩傳統接待這個壓力 因為大家太想要你傳統接待會覺得你要該生的時候趕快結 所以那個壓力很大 大概是過三十六七歲之後就不會有人再問你 因為你的高齡產婦已經過了 反正你已經很好了 尤其對女生來說這樣 然後現在同志朋友也面對到一樣的壓力 爸爸媽媽回家跟他吃飯他就 他就會問你說 那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你什麼時候要找一個人結婚 結婚以後就問說你們有沒有想要生小孩 其實問題都是一樣的 壓力也是一樣的 很有趣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很多同志朋友就說我爸爸現在一直叫我結婚 以前是沒有這個問題 以前不會有結婚的壓力 現在反而是變成是有一個新的壓力了 對那異性戀的朋友就說 歡迎來到我們的世界 我們以前都是會被逼婚 哈哈你現在也被逼婚這種感覺 很多人會說婚姻它是一個 一個監獄 那很多人就可能就是異性戀的話 以前就會逃逸 會逃避這個問題 那反正現在是大家會希望呢 可以透過婚姻來穩固兩個人的關係 對其實我覺得婚姻制度 是真的蠻穩固兩個人的關係 就是這個社會你會發現 是整個社會一起在協助你 這個支持你的關係 可是以前同志確實比較像孤島 因為你的身邊的人啊 或是這個國家系統並沒有協助你 你們兩個好好的走下去 可是現在其實確實也有壓力 那個大家會覺得說 你們都結婚了 那就繼續在一起啊 勸何不講 我們文化就是勸何不勸離嘛這樣子 對 就說再看看休息一下就好 再談談這樣子 對對對 那離婚率會高嗎 其實現在離婚率也沒有很高耶 就我所知大概是80 因為它那個數字大概每天都不一樣 對然後但是 加起來好像就是有150、60對離婚 那其實有些人老實說 我們知道有蠻多人是 他就是為了離婚去結婚的 是因為兩個人在一起很久嘛 其實有很多的共有財產 但是他們如果不結婚的話 他沒有辦法分那個財產 對 所以很多人其實是 他們為了要分那個財產 他必須得結婚 然後處理完這個財產之後再離婚 因為法律有很多的規定 對 可憑分手的意思 對對對 對對對 也有這個狀況 比如說早期共同買房子 對然後因為沒有結婚 然後現在要分手 可能就是不合了 沒辦法分那個房子 因為可能之前是 常常有那種同志伴侶 以前是比如說兩個人在一起 登記在一個人的名字下 然後但是前是兩個人一起出 然後水電費怎麼分這樣 這樣就變成只有一個人有這個產權 所以他必須要結婚 他們才拿來分這個房子 對 那所以因為以前沒有法律的規定 就變成說 有很多的東西其實都是 檯面下的進行這樣 那現在因為有法律的規定 就變成很多東西 其實法律就是 有需要用到的時候才會用到 你沒用到它的時候你都覺得 欸好像 沒什麼 沒什麼 節目的時候大家很開心要簽一張紙 要不要離婚的時候才會分說 欸那這個是你的 這個是我的 對可是當時節目的時候 也不會想到這些事情 哇今天就真的是很感謝星傑 跟我們分享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新的訊息 那我相信星傑也是有一些話 想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那不知道星傑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講些什麼呢 就是我還蠻希望說台灣的這個經驗啊 可以讓更多的朋友看見說 欸其實不管是 就是同性戀 異性戀 刷性戀 跨性別 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其實都在這個社會上生活著 不管是在台灣 在印尼 在越南 整個亞洲國家 亞洲社會都是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來認識 可能會跟你不一樣的個人或是家庭 那也抱持著比較開放的心彼此了解 不同的文化 我想這樣子就會讓整個社會變得比較和諧 跟彼此尊重 嗯好那非常謝謝星傑來到我們的 ITV愛死妳的現場 謝謝 好今天的 ITV愛死妳先告個段落 非常感謝我們的星傑來到節目 讓我們節目的議題變得更豐富 然後希望如果各位觀眾看到今天的節目有什麼想法 可以留言給我們 然後幫我們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ITV愛死妳 下次見囉 掰掰 我覺得我好大隻喔 那妳後面 我覺得誰在妳旁邊 臉就變超大的 因為妳臉好小 沒有 菁姐的臉最小 對啊 菁姐的臉很小啊 他剛剛有幫我打這裡啊 剛剛那個化妝師很認真的這個地方